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瑶瑶 我是小新 我是剑刺 我是队长王浩 欢迎你们 我好久不见 上次是在这个江爱的发布会上 这次身份又不一样了 上次是这个进军到演艺圈 这次我们又回归这个新专辑 对不对 给大家带来这个热腾腾的新专辑 赶紧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张 这是我们的全新数字专辑色卡 是的 好 没了 哈哈哈 这是要满整的介绍一下吗 就大家可以 来 这是一个我们的新专辑 然后是历史一年 然后里面90%以上都是我们成员自己创作 然后制作的一张真正意义上属于MYC式的专辑 所以这每个人当中都有一首自己的代表作吗 不止一首吧 不止一首 好 专辑的事情我们留到一会再说 我们再说一下 因为10月20号是你们成军的这个纪念日 对不对 刚刚过去对这个是两周年了 对 怎么样 这次两周年的纪念日 是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纪念的活动 就是他的特别就是最不特别 嗯 对就是简单吃了个饭而已 啊就简单吃个饭 对我就各五个就在一起 就五个坐在一起 大眼瞪小眼的 然后没有任何特别的这个纪念的活动 对因为因为当天是在上海有那个 宣传通告 所以也很累 就吃了个饭就 因为因为最近的事情很多 不会让我们有那种两年的兴奋的感觉 只会觉得哇 已经两年了 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很老 然后觉得自己很老 而且还一事无成 然后只会让自己更加想努力 不会啊 我觉得就像这张新传机又发了 然后就是回归到音乐上 然后那种兴奋的感觉会不一样 就大家 其实两年一起 五个人一起走过来 会不会有些感慨 就再看到彼色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一起 不是两年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六年了 六年了 就那时间感慨是一直就会有 但是 在音乐上来说的话 就是会 你会觉得 我们都在成长了 哎我 我可能以前会写一首歌 现在写两首歌 然后慢慢写很多歌 然后大家都会有 在音乐上的进步 然后更多的是在探讨 这首歌 这首词会怎么怎么样 这样是 会 那个是在培训的时候没有的 这两年慢慢慢慢都会多这些 这个是成长的 就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更像音乐人 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歌手而已 就是每个人到一定的节点好 就比如说我生日的时候 我很容易去翻我以前的一些照片 会看比如说两年前 三年前四年前 我是什么样子 然后现在的我是什么样子 你们会去翻以前 你们在一起培训时候的一些东西出来看 我们在生日的时候有一个惯例 就是彼此要就是其他四个人要报生日的人的丑照 对 每年每一个生日都是一样的 今年今年谁的最丑 都挺丑的 都很丑 来说一下你你报的谁的 我今天我我我我今年还留有情面 我报的是 剑刺生日的时候我报的是他跟瑶瑶的一张 一张很很亲密的他们两个很亲密的照片 是有多亲密 就是他们坐在瑶瑶的腿上跨上 往来搂着瑶瑶在看手机那样 哦 所以你们私下生活的模式都是这样的吗 哈哈哈哈 就不让大家跟你去娱乐开心一下 嗯这是你发的 对 约翰呢你发谁 我发也是 就是每个人生日都是发每个人的嘛 我今天见次生日我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在就是他那给自己学院的时候拍的照片 但是但是我每次发微博的时候 我们都要就是讨好他 不说就是见次哥哥 因为我们生日那天就那个人是当王的 哦 他说什么我们做什么 他最大 哦 除了发丑照其他都都都说了算 所以要他要听你的 对对 瑶瑶呢 我不知道的也是他自己当什么 哎 怎么所有人都报他的呀 对因为都报 因为见次生日刚过嘛 刚过 对 见次那张照片是由于他强烈要求 因为有张照片我跟他的造型比较相似 所以辟成了一张图发出去 那张照片我觉得 算是最尺度比较大的 其实那个尺度很大 就是尖次他们两个都穿女装 兔女郎的那个 对 就还是很夸张 就是私下自己闹的时候 可能就 而且是表情是很很很真名的那种 表情很真名 对 队长 所以我们平时就是拍到对方的比较搞笑的照片 第一句话就是哦你生日的时候我有东西发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五个人每个人的手机里面就 丑照 会很多 对方的 一旦丢了就 就还有一些就没法在微博上公布 嗯 只能在私下朋友圈里头自己发一发 实在是太丑了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做自己的微信头像 嗯 那可能圈里面的什么师哥师姐啊 或者朋友们就会微信说 哎瑶瑶把你的照片换一下 哈哈哈哈 会丑到那样子 但是很好玩对不对 嗯 这次呢 你收到这么多这些照片之后 你有打算接下来要发谁的吗 谁的比较猛 接下来啊 接下来我们下一个生日 瑶瑶生日 嗯 提醒 瑶瑶太多了 太多了 他的照片 就是 有的丑的就没法发 哈哈哈哈 丑到没法发 这个我们还挺想看的 能给我们独家吗 发发了怕那个点击率有点 哈哈 有点太高了 对 大家在私底下相处的模式应该都是 因为男生在一起应该可能就更 更放得开一些更无拘无束一些 对 所以你们私底下 呃 除了吃饭在一起玩 呃 你们都会干嘛 你们比如说你们生日会有主题趴吗 没有我们生日就很简单 就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 就还是吃饭 对 刚才小鑫也提到就是最主要就是 当天生日谁是老大 对 这就是主题 纯老大 就那个老大的意味就意味着 就有一年可能宋总跟我一起吃饭 嗯 我过生日那我说宋总 可能你要起立站一会儿 是我 对 我就举例子 哈哈哈哈 然后宋总可能就站到旁边 哦 就那个生日上 就是生日上 谁过生日当天他就二十四二十分 没有认识 他就是王 他就是绝对的王 你们都要听他的 必须听他的 像小鑫过生日的时候 我真的就罚在面对墙面壁的半个月 你为什么要让他面壁强面壁半个月 因为那天在饭桌上他一直在玩手机 啊 就很不很不尊敬我 嗯 大家都很听话什么 嗯 然后必须要杀鸡进口 嗯 对所以他就当天第一个 而且吃饭的时候坐旁边两个人一定要 好有趣 特别的 对就是刀酒啊 特别阴型 要非常狗腿 哦 那这样我觉得当王那生日的时候 应该很爽吧 超级爽 从12点开始之后 就开始吩咐大家要做这个要做那个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有提过 比较自己觉得 没有底线的一些要求 有吗 你们每个人 没底线的要求 是很过分的要求 比较过分的对 那倒没有吧 没有把谁弄得不高兴的 那倒没有 所以顶多就是 就是罚墙 罚战那个面壁的墙 对对对 因为我们认识时间太强 认识六年生活在一起 很难说是我让他 做他的不高兴的事情 因为太了解对方 嗯 不会触及对方的雷区 对 所以我觉得六年走过来真的 很不容易啊 因为大家从一开始培训就在一起 然后到宣传 但是 六五个人感情都特别的好嘛 没有起过任何的争执嘛 还成 还成肯定有话要说了 哈哈哈 所以呢 约翰 有什么料要报吗 没有没有没有 感情一直都还不错 哎我想知道上次江爱好像 就只有队长你没演 对对对 有有有不高兴吗 没有没办法 因为那个时候是年底 好多的大型活动 就是一定要是五个人在一起 所以说 呃因为档期的原因 我就没有能够 呃参演这部电视剧嘛 嗯 但是我也有写歌然后放在里面做插曲 主题曲 不是主题曲是插曲 插曲 对 但是你想他们四个人去到国外那么美丽的地方 然后跟那么多人 没有 只有他一个人 只有他一个人去到我做 但是有那么多的美女可以有互动的戏啊 嗯 反正我们感情很好的 就因为这件事还成了 就还成了 哈哈哈 大家都算得很清楚 哈哈哈 好的我们说会专辑 这次的专辑的这个主题叫做色 对对 Color 然后当时我们看到觉得说 嗯 这个色是什么意思 对 对而且就放在这五个男生的身上 好要不跟大家特殊的解释一下这个色 我们的第一目的就是让大家有这样的疑惑 嗯 就觉得啊为什么有个色字 我先让大家浮想联屏一下 但是想告诉大家的还是 我们这张专辑的十首歌其实风格是非常不同的 嗯 就是而且音乐风格也非常不同 所以就其实想告诉大家每一首歌代表一种颜色 嗯 那十十个颜色放在一块 就是一个五彩斑斓 很丰富很有色彩的一张专辑 所以就简单的机缘巧合下的瑶瑶就想出 就单字色吧 嗯 而且我们觉得还不错 嗯 就概括了 Color呢是不让大家去想歪 然后Color 哦 所以不懂英文的人呢 就没有办法读懂这个专辑的意思 哈哈哈 只能读懂中文字的意思 其实也可以 但是但是其实你们这样专辑有很大的突破 不管从这个造型上面还是从这个曲风上面 对不对 没有其实这张这个照片呢 是无线音乐的一个怎么说一个非卖品 非卖品的专辑 所以是卖品是买不到的 所以我们这个还不算MIC新专辑的真正的实体叠 嗯 所以这个就是简单拍一下 就简单拍一下 简单拍一下 简单拍就拍出这么大片的感觉 就跟五个真正一走就拍一个好 简单拍一下 但是这个是很很珍贵的 因为他买不到 但是如果网友想得到的话 应该从什么途径可以得到 只有在做活动赠送啊 或者是很很少的很少 所以这个会是一个珍藏版的 对 这么一张专辑 对 哇所以脱衣服的是谁啊 约翰的 约翰 是你哦 你肌肉练得不错 还成吗 还成吗 现场来一下吗 哈哈哈 还嚣张 还成 好其实这样专辑我们看到这个造型 因为每个人头发都有做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这个颜色 这颜色是你们自己挑的吗 还是公司的人给你们每个人分配的 自己会有一定的意见 然后也会跟团队团队里面的造型 一起商 嗯 每个人头发颜色基本上还是自己 会去想 嗯 就是你们有自己的 比如说我跟发型师 我看到那个那个 也头发的颜色我就说哪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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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些都是你们自己从那个上面挑出来的 对 嗯对 现在我们已经已经 有跟专辑里面有变化 嗯 对那时候我们每个人刚开始就是拍MV拍照片的时候 每人头发都是有颜色 嗯 为什么你是 比较不一样的颜色 那其实是我 發片的时候 就是 发布会上 真正的 其实不是这样啊 真正的是红色的一顶头发 嗯 然后碰巧就 会洗掉 会洗掉 然后又会洗得很粉 很浅的粉 然后就觉得要去补色啊 就去补色的时候你会觉得 既既然已经又要补色就不要再染粉了 就染个偏蓝一点的什么什么的 哦所以就换了一下颜色 对对对对对对 包括这次的这个我们看到的MV好 是在这个夜店里头拍的 对Mix 嗯Mix 在Mix里拍的 在里面拍MV的感觉跟平时拍的完全不一样吧 在夜店 是不是能更放松一些 嗯 就其实对我而言是特别巧合的 嗯 因为他们四个是 来来到公司才到北京 我是从小在北京长大 嗯 我第一次去的Club 就是Mix 然后就是你会 而且之后 这段时间都一直会跟Mix有合作 你就会 觉得哇 以前我来Mix 真的是 机缘巧合 那你这次来是工作的 没有玩 只是白天来Mix 哦白天的Mix 什么样子 就什么人都没有啊 就是凳子都是翻上去的那种 嗯 就 感觉很不一样 对感觉不一样 嗯 但是在里面拍东西的话 你们需要营造出那种感觉 会不会觉得很尴尬 没有 没有 我来说 拍的是 宿醉part 2 嗯对 其实我们这个MV想呈现的内容 就是一个真正的part 而不是说我要拍MV而演出一个 跟朋友聚会的那种状态 就是说拍这个MV的时候 我们当天 所有桌上喝的酒 是真啤酒 真的 是真的 因为是要那种状态 嗯我们不想去为了演而演 而且想传选给观众 其实我们年轻人的party 就是这种这种情况 所以更多的MV呈现出来的效果 可能会 你会看得像 纪录片 纪时 就可能我们私下可能朋友聚会的那样一个状态 嗯 很真实 约翰 对而且我们酒都真喝 都真喝 对 你没有喝到就是微醺的状态吗 还没有 人家看酒量还不错吗 因为我一直在动 嗯 所以就是那些散发的那种 汗就排出来了 对 所以你们平时私底下聚会 会喜欢大家在一起小酌一杯的吗 很喜欢很喜欢 嗯 对都会小喝一点 要不然也不会写出资罪 对 这样一天咱们都会聊到 都会聊到 对对对 因为其实正正常基本上就是 出了社会男生在一起聚会 都会小喝一杯 然后才你才可以就他大家掏心掏肺的聊啊 是 或者是在一起说一些什么 难过的事情开心的事情 你会更利于这个抒发 对不对 所以你们在一起喝酒的时候 谁的酒量是最好的 嗯 就目前为止说话说话最少的那个人是最好的 谁 王浩吗 对王浩 还好真的 你的酒量有多好 对对对对 还好还好 就是王浩是这样的 他的酒场上 他有两他是有两种植物的扮演 嗯 第一种植物 植物 银克松 银克松 对就是银克松就是 谁来了他必须要照顾 他会把大家照顾得很好 嗯 就是门面 这个酒桌上的门面 嗯 然后第二个植物扮演就是一棵 很茂盛的松树 松树 松树能干嘛 松树一年都不会掉那个叶子的 长青 长青 所以就是就是 所有人都倒了你还屹立在那边 那种 但是那个 但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他多没过 但他不会表现出来 哦 哦 所以你真是一个酒坛子 哈哈哈 夸张夸张 不提倡大家去那样去喝酒真的 哈哈哈 主要是想希望大家就是 开心开心 开心啊 最享受生活 喜欢跟自己的友人一起去分享 嗯 其实更好不用在一起喝酒的状态是最放松的 对不对 而且你不用多 你喝到差不多 微醺的时候感觉就刚刚好就很好了 对 见次呢 你的酒量如何 酒量比较 比较那个快 比较快 哈哈哈 就是喝的比较快呢 还是倒的比较快 倒的比较快 倒的比较快 对 但就是我 我不能很快 喝的很快不行 要慢慢喝 慢慢喝 要边说话边慢慢喝 如果喝的很快的话 基本 两天就聊到四个步骤就过去了 哦 所以你要喝的慢 但倒的也很快 对对 喝的喝的 喝的快倒的倒的快 喝的慢就就 就还好 对 开心呢 我就属于状态的 开心就还可以 如果不开心就 挺 不开心喝的比较多 还是开心喝的比较多 我可能 开心喝的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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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会喝的比较多 嗯 瑶瑶呢 我是之前还行 最近好像 有点退步 太久没喝了是不是 耗浪推前浪 像薛耶翰同学 就完全是敢超我们这 不你开始的杀他手 哈哈哈 约翰很能喝是吗 我 好啊 现在还可以 因为以前刚进基地的时候 就跟他们就不行 我特别奇怪 几乎属于一杯岛类型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 约翰刚来基地的时候 我们一起出去聚会 可能他就喝一瓶啤酒 差不多 对一瓶 撑死两瓶啤酒 他就已经 喝醉了 是这种的还是这种的 这种贵 大的贵就一瓶 大的 现在 现在属于后浪 后浪 就还扯了 现在还不错 听说你喝完酒之后 很会跟人搭讪的 听谁说的 听 某人说的 我们在这个很多地方都有眼线 啊 是这样的 那真的是传说而已 传说吗 所以哥只是一个传说 哈哈哈 真的吗 我们听其他人来爆料一下 他真的是喝多了之后 就很会跟人搭讪 很会 因为你看他样子吗 一看就是ABC的长相 那可能喝就很开朗 就很像外国人 外国人说话不会说是很拘束啊 会很害羞啊那种 所以就是他平时会比较乖 他其实属于胆子小乖的那类的 喝完酒就稍微有点释放 所以就 就是喝完酒就 其实就闷骚醒嘛 一喝完酒之后就 放开了 属于那种属于 那你们每个人喝完酒之后的状态都是属于那种 酒品很好的 我喝完之后我就默默的睡觉 或者还属于是那种 喝完之后开始会有已经很可怕的举动 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按照星座来说的话都不一样 按星座来说 其实这个 每个人的不一样的 喝完酒以后表现不一样 其实在素质MV里是有体现的 就每个人唱段的时候你就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因为都是在那个状态下去发挥 像瑶瑶这种就是很张扬 MV拍的很张扬 约翰就是那种 ABC法的 然后剑次又属于那种小公子歌法 王浩一看就是那种 大公子 PRETTY BOY 特别在招呼大家那种 迎客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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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开始有个新外号叫迎客松 但是你们不会有那种很可怕的举动吧 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喝完酒之后 会开始狂奔 就一路开始狂跑 我们根本追不上他了 就会有这种很可怕的人 完全抓不住的 你们有这样的吗 然后 杨阳 就是一次 他有一次也是 会这样 可能太开心了 然后那次表现出来的举动 再加上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年纪比较小 都两 都五年了 五年 四年 四五年前的 嗯 小时候吗 小时候你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子 小时候喝完酒可能会比较 喜欢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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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往外跑然后就找不着人了 反正就是可能不再想回家 就来回跑 其实主要的意识肯定就是想跟大家好和逗一下 逗一下 因为我下车了 我跑两步 可能小鑫就说 快回家 那我往前走两步 他可能又来追我 那我可能又跑 就是想 还是特别 就喜欢逗其他人的感觉 小鑫呢 你喝多了什么表现 我喝多了不太一样 有些时候就很极端 就是想睡觉 一定要睡觉 要不然就是很闹 闹得 闹得 那个 还是很少 基本上还是要回去睡觉 基本上就局限于 比如说你在KTV包房里头 闹就仅限于在这个空间 然后一开门出去 就装得跟没事一样 对对对对 然后一进来就开始 啊 他有一点小鑫他有一点是比较好的 就是每一天 即使在外面喝的再多的酒 然后他必须要回到自己家里 安全性地自己回去 所以他的意识是很清楚的 我知道我最后的目的是回到家 躺在自己的床上 躺在床上才可以放松警惕 他是这样 哦 所以他也属于那种比较好管的 不会太太麻烦的人 对对对 不像瑶瑶在开始开始跑 开始冲 见四呢 你喝多了什么表现 我分场合 嗯 如果在饭桌上 四个步骤 嗯 第一 第一 第一什么 说话 讲话 话变得很多 对这种讲讲话讲话讲讲 不停的聊 很多 天花乱坠的 然后第二就开始大喊大舅 开始什么 就是声音嗓门变大 哦 从讲话变得越来越大 嗯 然后开始说英文 开始说英文 哦对很多人是喝多了之后 开始会飙英文 然后说 然后再紧接着就开始哭 哦 第三步就开始哭 对 深情的那种 深情 讲到 动情处 如果只要看你讲内容 如果我讲别的 讲讲讲讲讲 可能讲越来越害 如果我讲到深情的可能就比较 就 就这个人是当时是很入戏的一个人 嗯 这个醉酒的状态 然后到最后一步就睡觉了 哦 他可以在饭座上就睡了 哦 真的啊 在饭座上低头就睡了 对 那你也属于很好 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一点就是比如说我睡 我只要给我 呃 不多半个小时吧 让我瞇半个小时 闭上眼半个小时 瞇半个小时 对对对 起来又是一尾活龙 是吗 有人叫我 真次干嘛 没事 哈哈哈 只要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 你就可以再再重生 就满血复活 对对对 但是你哭 你们会吓到吗 他哭的时候你们会吓到 他哭我们笑嘛 就已经习惯了是吗 就已经习惯他那个状态了 哦 那这也还挺好玩的 我觉得你可以扮演很多的角色 你可以嗨然后就生机也可以 如果在在外面玩喝酒的话 就不是就不是这样 就 可能首先那个 这个四个步骤会放的很慢很慢很慢 嗯 因为在外面玩会动 我只要一动就 就散发出去 哦 所以你还有很好的一个这个杀手锏 就是要动一下 可以把这些发挥 就有时候经常如果在饭桌上喝酒没办法 我上个厕所到厕所 啊啊啊啊啊 你动一下 回来好了 哇那上厕所在隔壁人会被你吓死吧 哈哈哈 银柯松呢你呢 我喜欢是就是喝完酒之后回去 呃把 家里的冰箱里啊能够有的材料 然后全都做一遍 然后吃掉 然后可能第二天也不知道这些东西都哪里去了 你回家会自己做饭 喝多的时候还能自己做饭 对对对 哇 这个我头一次听到 就是我一定要吃东西 对吃东西 一定要吃东西 然后就是呃假如说 我们假如说 谁的生日要玩到早晨的话 我肯定要是去吃个早饭的再回去 哦就是你一定要肚子要是满的 对对对对 那你回去做饭你会 比如说第二天一睡醒发现我 家里客厅就满汉全席 然后不知道是谁做的 没有收拾的干净 哦你还会收拾的干净 然后第二天就完全没有意识 所以自己做饭 对意义啊没有意义啊 哇好神奇啊 就你可以把这个 喝多了之后可以把这个处意发挥出来 我觉得 可以有第三个外号了 可以再想一下第三个外号 除神啊 除神 除神 我觉得每个人喝完酒之后 这个状态会是不一样的 也是很好玩的一个状态 但是五个人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 还能这么融洽也是很不容易的 对不对 不容易不容易 特别不容易 我觉得有特别多的感慨 那其实接下来马上12月份 就有自己这个演唱会要办了 没错 要跟大家见面了 对 现在已经开始排练了吗 还是 还没有排练 在头脑风暴 还在头脑风暴 还有策划 这次会有什么惊喜吗 已经 因为这次到目前为止 演唱会还是一个未知处 所以有什么惊喜 我们现在也还在想 可以制造什么惊喜给大家 所以都还在很前期的准备当中 会很兴奋吗 听到这个12月28号 超级兴奋 越来越兴奋 时间越近越兴奋 对 12月28号 工人体育馆北京 工人体育馆北京 其实在北京开演唱会 你需要很大的压力 因为其实 北京的观众会很直接有反馈 对不对 就是北方的观众可能会更直接一些 然后现场可能就会喊出来 你们会紧张吗 其实我们的紧张不 不在于票房以及观众的反响 因为首先我们的歌迷会 因为我们的音乐很能让台下嗨 所以我们的歌迷又 大麦又很给力 所以对现场反应 我们其实不是特别的有压力 因为从初到现在 基本上没有说冷场 基本很少 但我们现在的压力就是因为时间很紧 只能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让我们去排练 去弄整场里头的所有人 这个是压力 而且公司也没有给我们票房压力 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少了很多负担的一点 很放心 很放心 约翰呢 所以我们现在就想给歌迷什么惊喜 可能会出一个小品啊 相声 哦 有小品还有相声 还有杂技 大家真的会等啊 到时候所有人都等 你们跳火圈 你们就完了 以上所说 全有约翰异的完整 全有约翰异的完整 但是其实大家聚在一起 舞台上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们还记得你们第一次上舞台 然后跟大家见面的那个场景吗 第一次登上舞台 我刚刚说那个冷场的时候很少 第一次上舞台真的冷场到爆 不是 WCG吗 WCG那是要命烦恼第一次啊 哦对 要命烦恼 就是这辈子的那个什么 嗯 就第一次你上台以后 因为那时候对我们来说还是 对舞台经验没有那么丰富 你上台会听见台下的人会喊下去吧 啊真有人吃 那个是那个是 而且是在上舞台之前有一个人上去 还有几个人在化妆间 对对对对对 没有人催场 对没有人理我们 只有一个人上了台 只有一个人上了台 是谁 王浩上去了以后 姚还在 姚还在化妆间睡觉呢 还在睡觉 对真的 然后第一次 王浩上去摆我pose以后 很哥几个都没来 又下去了 真的 这是第一次 当时王浩你们心里感受了什么 很糗啊 我觉得那 我觉得那半分钟对我来说 就是像是十二个小时一样 太难熬了 你像一个人 是这个样子 我们开始在台下 我们都在休息 因为很累 我们很早就去一直在等 然后有的人在休息啊 有的人在特别兴奋 在等人上台 然后那个 他们也没有说是有来催场 那边就喊说 有钱MIC 然后 要开始要开始了 那个工作人员就开始叫我们 叫我们 然后那个 我们就拿个麦克风 那时候拿着那个 麦架 立麦 对立麦要放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拿着 就就说好了吗 好了 OK好 拿着去放了 还是背过去了你知道 背过去了 哎 怎么音音还不放 我在一刻旁边 哎人呢 只有我一个人 对只有我一个人 然后我就 就就就在这等了半分钟 然后还没来 下去 你想一个演出现场等半分钟 然后看你下去了 对啊 然后想想一个人 真的背对的观众 站了半分钟之后 转身 站了半分钟之后 转身 抱着立麦下去 这就是我表演完了 还好是背对的 没有正对的 正对的都会更尴尬吧 最多的是我们那时候 基本上都是睡觉嘛 然后就一下MIC上场 就感觉还在做梦呢 然后上去站好 特别开始 就开始唱歌 感觉当时就纯是懵的 就感觉唱完歌以后 感觉还在做梦呢 就是你们第一次上台的经历 第一次 但是说上台的话 其实我们以前 就可能这些时候有落差的 像以前很多颁奖典礼 那时候我们还是公司的培训生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去给公司的师哥师姐伴舞 然后那个时候上台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上台 就已经很大的舞台了 都是各大颁奖晚会 各大颁奖晚会 很大的舞台 那个时候看到整个体育馆 这么多人 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情就是 马上就要出道了 等到我们上台的那天也是这样 然后我们想到第一次上台就出现这样的状况 就是落差太大了 所以你们下台之后有抱着哭吗 没有 没有 我们很坚强 真的哦 对 唯一有一点就是听到底下有人说 下去吧下去吧 真的有人很下去吧 那种感觉不太好 可能是因为等了半分钟 但是那个观众有点莫名其妙 所以 对 我们就差点把这事忘了 但 但越听到这样的 这样的声音 我们在台上 就是越是盯着 找某某个人 是吗 找是谁说的 然后就盯着他跳 对 要把他震住 对 那个时候就是 比较 年少轻狂 对 急于证明自己 因为我们那个是要 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是要返场好几次的 就是演完一个下去然后再再再再再再 我们就像那一串场一样的 然后刚刚我们一演完以后下去 哎刚刚你听到人喊下去没有 听到听到 谁谁喊的好像是那边那边 好像又上去 就怼着他 就盯着那边 就盯着那边 然后然后我们就 这就是五个人的力量 嗯 真的就不怕 然后完了之后第二次上台 就再上台的时候他再喊你 不敢喊 嗯 就被你们震住了 嗯 我们很有自信 嗯 我觉得这是第一次的这个演出经历 但是上台很容易就是你会 比如说大型的大型的演出啊 可能会走错走错位置啊 或者是你走错地方有有这样的小小瑕疵 然后当时心里会咯噔一下吗 小事故 对就有小事故 一般不会 一般不会 别说小事故 怎么说大事故是吗 事故刚发生 走了 今天上午我刚遇到人生 人生中比较尴尬 算最尴尬的几件事之一吧 所以你上台他们没上是吗 不是 对这得好 嗯 对就是我们上午就跟歌迷做得很近 然后我开始唱歌的时候 特别投入 准备跟大家一起跳旗舞的时候 我把自己的鞋给踩掉了 哈哈 我袜子露了一半出来 鞋子就整个就掉了 对 然后最后我脱了脱了鞋子 我说很卡 下面那些歌迷什么反应 尖叫啊 你疯了 他今天疯了都 都疯了 他们都很嗨 就几个小时之前发生的事 因为我们四个人都疯了 我疯了 我本来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看底下 怎么突然间尖叫声变得这么大 最近摄像老师音响老师 全的整个现场都嗨了 都疯了 然后我就 因为他是阴汉先上去唱 然后变这么大 我出去以后 我直接就蹲下了 你就已经不行了 当时我就想找个地方给钻进去 真的 太 哎呀 我跟静思我们俩在后面出场了 我们俩在后面的时候 他看着我 我看着他 他一笑我想憋 然后我一笑他一开始笑 我们俩在后面都已经不行了 后来出来的时候是带着笑出来的 对哦 这种场合你真的没有办法忍 这种东西太精彩了 对 你在后面看着就会觉得太精彩了 我现在想如果我演唱会的时候 再发生这种事故 我怎么办 鞋子要打死结 对肯定 千万不要再出现这种事故 好了我相信大家这个舞台经历会很丰富了 已经这么多年锻炼下来了 然后 12月28号我相信一定会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演唱会 谢谢啊 到时候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谢谢 然后今天其实有很多的网友能在网上收看我们的直播 然后他们在这个腾讯微博上面有很多的问题想问你们 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的微博提问 好吧 哇来看一下他叫恩隆泽 他说专辑里的主大哥 宿醉 一改你们以前阳光的形象 变身夜店咖 这几位 心中帝都的夜店地图是怎么样的 求偶遇 哎 你们平时会去夜店吗 其实说实话我们平时真不太去Club 嗯 我们特别特别少 只去KTV 只去KTV 所以要跟你们求偶遇的话只能去KTV等吗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我们现在唯一几次去都是演出 都在mix 都在mix 所以刚才说 从阳光男孩转移到夜店打夜店咖 就是其实也不是 是因为 没办法因为舞曲这样的歌曲 就会让人想到Club 想到夜晚的生活 那宿醉系列下来 那 也是电子舞曲 那舞曲只能是这么拍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 因为这样 因为其实mix还是想做真实的 自己 mv 真实的歌曲 所以就是 因为这个这些歌曲 所有事都可以 都是真实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 嗯 所以这样告诉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 你就告诉大家 其实没有什么夜店咖了 嗯 其实为什么是这样 是因为这张专辑本来就是写实 嗯 就是这样专辑的是首歌 呃除了给江岩写的两首 也是其实也是写实 因为写的就是江岩的故事 嗯 其他几首就写的 我们自己的生活 就很真实的一张专辑 嗯 好的 所以我相信提完专辑的这些网友 可能会有一个 不一样的感受 好吧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他叫多拉K梦 他说 这次专辑取名为色Color 那五位 觉得自己分别更能代表哪种颜色呢 嗯 也啊 约翰什么颜色 因为小太阳黄色吧 我啊 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天蓝色 海蓝色 海蓝色 对 所以我比较喜欢 但肯定不是那种忧郁的蓝色 我吓黑鱼的蓝色 哈哈哈哈 喜欢那种比较透亮的 对 比较开心的那种蓝色 对 好 瑶瑶呢 我就是黑色 黑色 结果你这一身 黑衣是一样的 跟他的血液也是一样 血液是黑色 比较酷 嗯 我觉得黑色可能更多的是 无拘无束吧 嗯 嗯 可能比较 比较放肆一点 自在 比较自在一点 黑色是各种颜色的融合 所以各种可能都会 存在这个你的身上 所以你喜欢黑色 小新呢 我 因为我按专辑里的歌曲来画篇的话 我在这张专辑里扮演的角色 我觉得应该是那种 偏忧郁的 紫色啊或者是什么 就是偏忧郁的 因为我 我今年 主要专辑里奉献的三首歌 都是比较偏 暗的 偏灰一点 对 因为今年 不是很顺 今天不是很顺 人生道路上就会发生很多事 所以 就还是这样 所以头发染浅颜色 都是给自己 招点好运这样 嗯 所以是希望有一个 全新的改变 对对对对对 我 我 我觉得白色吧 白色 对 为什么 没有 他比 纯洁 还要纯洁 那么 还要纯洁 哈哈哈 不是更白一点 就是那个 然后 就是比较像一张白纸 嗯 哈哈哈哈哈 咱去骂自己 哈哈哈 还要像一张白纸 人家是说自己 还有可塑性 对 白纸的可塑性很强 什么东西都可以往上画,就是什么可能性都会有,对不对? 那确实是,剑刺之前是很少有创作这个东西的。 他其实这个白纸说的话,就是对白纸有词,大家都说写得特别好的话,就是剑刺写的。 所以他是一个,你让他什么想法,他去真正的去努力,就是他想实施这个东西,他的结果是很好的。 好,王浩呢? 荧光绿吧,最近比较喜欢荧光绿,对,而且就是在宿醉,宿醉Part2里面的MV里面,我觉得我表现的那种比较调皮的那种,就是说是,对荧光绿比较适合。 所以比较适合你,那你们,如果按照专辑这个名字来说,你们谁比较色? 这个色,你说的这个色是哪一个色? 就是你想到的第一个,第一个反应。 第一个色,第一个想到的色,就是我,应该是我吧。 是你哦?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不要官方的答案啊,不要,不要听官方的答案。 这个,这个是,这个私下聊。 哈哈哈,私下聊,还说约翰你要自己一个人单。 哈哈哈,这已经,我,我,我单了,就你单了是吧? 没有,没有。 好啦,其实我觉得,男孩子在一起嘛,对不对? 对,就是都会有一个比较真实的自己。 然后约翰,我们是这两天看到你的新闻会比较多,就说你合作之后那个,搭讪的能力比较强。 所以你就,你就来单这个,这个字了。 怎么样,也要有一个人存在。 我单了。 就你了。 好,男子汉。 哈哈哈,好,这个问题我们就跳过,来看下一集。 哈哈哈,来,下一集看到大怪物。 他说,现在国内男团市场发展的空间还很大,韩国男团风头正好。 然后几位有关注过吗? 觉得我们国内团体和日韩团体的差距或者说一下不同? 哎,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中国的男团,这跟韩国的男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其实这个怎么说,这个就是,首先可能人家做的就是早,我们做的就是晚,而且本来中国的流行音乐跟日韩的流行音乐跟欧美的流行音乐就是有差距的。 可能日韩的流行音乐跟美国要差二三十年,那可能我们日韩就是差二三十年的这样一个年限,那是没办法的。 但是其实,说到国内的组合,其实我们现在今年好像出了很多国内的组合,其实我们都很开心,我们也很关注。 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国内自己的组合,因为就像,中国人自己的东西,你一定要自己去支持,才行,你不能,这个说就说大了,就希望大家多支持,多多关注组合这个领域。 其实我觉得,只有可以这么说的,就是说,韩国的团体吧,就是它是有一个模式化的,就是很套路。 对,然后说,大家说到韩国团体跟国内的团体有什么区别,就是有什么差距,我觉得如果要有差距就是好事,但不是说好与坏的差距。 是不一样的差距,因为我们就是一直想说,就很担心大家把我们看成是韩国团体,所以我们一直想做属于MIC自己的东西。 嗯,其实现在MIC已经属于是国内跑的比较前面的这个男生的团体了,提到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 所以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多多个关注你们,然后你们也可以带动这个中国男团的一个发展,而且可以见证它整个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所以你们的这个使命也很重啊,接下来准备演唱会了,对不对? 对。 所以要好好地加油,然后给中国男团起一个特别好的带头作用,然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期待你们的演唱会,当然也希望你们将新专辑能够取得特别好的口碑,特别好的销量。 谢谢你们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所有的网友,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